第一次是10月4日 大概是九點鐘左右 我都回家了 管理處打給我 他說我打給四、五個 沒了命 那些人撥爛了玻璃 裡面的東西打爛了 整地玻璃 那些貨架被人打爛了 那些貨整地都是 幾部電視都打爛了 在香港屯門一家售賣遊戲產品的店鋪裡 老闆萬先生 無奈地向記者訴說著最近的遭遇 香港修例風波持續 暴力事件頻發 持不同政見的商鋪店戶 成為激進示威者攻擊和破壞的對象 萬先生說 因為之前在門口張貼了一張報紙上的 撐進公益廣告 店鋪遭到了部分激進示威者的憎恨 10月份激連遭到了四次破壞 看到細心經營二十多年的小店遭到暴力破壞 儘管心裡有難受和委屈 但萬先生並不後悔 他說很多人勸自己改改店名 或者搬個鋪頭 但思考過後他沒有接受這些建議 萬先生坦言 他不希望激進示威者的行徑得逞 否則暴力會變成常態化 社會只剩下一種聲音 我又不是做甚麼錯事 為甚麼我要怕 為甚麼要避開他們 我不希望怕事 即是怕了他們這些黑暴 變成了一種常態化 即是他要你收口 你不收口他就來搞你 搞到你收口位置 如果他每次這樣做成功 以後就變成了一種聲音 即我是不是 我就不是那麼甘心 所以家裏的人都說很頑固 我自己都是很頑固的 店鋪被破壞後 一直被白色的圍伴圍著 不少熟客以為在裝修就離開了 這讓萬先生損失了不少生意 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 隨著這段遭遇被曝光 店裡越來越多深刻到訪 萬先生說 一些警察知道自己的經歷後 特地看望自己 力所能及幫襯店鋪 因有不少熱心的市民前來義務幫忙 得知萬先生不希望眾籌 大家就找藉口買一些 可能並不需要的東西 好像那些環保袋 我們有時候有人買機 我們都是找個袋裝 就被他拿走 那麼他隨便拿這個袋買來 問我多少錢 或者拿那些紀念冊 那些買Game送的那些贈品 他拿過來問我多少錢 我說這些不用錢的 你拿去吧 那麼他就扔下500元 那麼就走了 很多這樣的例子 萬先生笑稱 最近有市民轉帳給自己 希望當有警察來店裡買東西時 用這些錢來結帳 算是為警察送上一點心意 萬先生把錢分成了幾份 希望多點警察能感受到大家的支持和關心 我自己都覺得 香港其實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支持警察 講道理支持警察 但是他們又好像被人滅了聲 又沒有渠道可以發洩 我這件事曝光了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在網上 或者是身體力行過來支持我 我覺得就是可以給一個機會 大家去表態支持 你來支持我 就等於支持我的撐警的行為 其實支持我就是等於間接 反對他們的那些暴力行為 其實就是這樣 我就是希望作為一個點 可以給他們表達他們自己的不滿出來